以各位這邊總共有13個同學填寫 那其中答對的比例是大概一半 一半人答錯 那可見得你們好像對Java還是 因為那個是一個基本的Function 一個基本的函數 它履震回來是什麼 其實就是跑一個回圈嘛 你可以看到那個回圈裡面 基本上它會有那個回圈的部分 實際上就跑這個MyFunction 這個MyFunction呢 它履震回來是一個INT整數嘛 然後這裡面有個陣列 這個陣列一定是0 1 2 3 4 5 總共6個啦 等於是長度6個 那編號是到5 OK 然後呢 它如果說跑一個回圈 當它什麼呢 小於等於2的話進入回圈加加嘛 所以你等於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跟這個還有這個怎麼樣 全部加在一起 Return回來就是結果了 所以答案是多少 就255嘛 OK 所以你把這些數字 這三個數字加起來 就是答案的 好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基本的題目 一個函數 它Return 特別注意它有一個Return值 如果這邊不是RNT 它Return回 它這個Return的值 資料形態呢 是Void的話 假設Void就是一個 就是只是一個單純的function 沒有回傳詞 好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一般性 對於Java的基本認識 所以這個大概了解 那可見的有 大概有快一半的同學 可能對這部分 還是有認知上的落差了 所以 這部分可能 我在講解的時候 會 稍微再講一下 這部分 好 那各位的程度落在哪裡呢 各位第一個看到 大部分都入門 上面居然沒有 OK 所以大部分都是入門 跟完全有學 還沒有懂 然後希望以南部為主 那這個 因為我們證照考試 都是實例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 做 實際上歷史的 那個說明 那其實你也不要 把它當證照 其實它就是一個 很不錯的題目 工作上也會遇到 類似的題目 然後 還有一些入門的解說 基本語法 對於Java的基本概念 那我都會用比較白話的方式 跟各位做說明 那各位不要聽得懂的方式 因為書裡面說真的 真的看起來 每次看那個書 為什麼要把它寫得 這麼的 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可以用簡單一點的話講 但是它就是不會 它一定要寫得很那個 感覺好像 越 寫得到人家 好像 繞口的感覺 會比較厲害一點的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Java的書籍 哇 一本寫得比一本還要難懂 有沒有 它不像文學作品 角色一樣那麼好 為什麼不能把它 寫得比較有一點劇情呢 對不對 為什麼那個Java其實是 它裡面實際上就是一個 就有點像一個 一個機器人 它可以幫你做很多事情 這個機器人它是有劇情的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只是說我可能還是要發揮那個想像力 就想一想看 它能做什麼 最簡單的啦 它裡面這個類 這個Java裡面 它是有點像是一個大的物件嘛 大的framework嘛 大的韓式庫嘛 那裡面的話 最重要的不怕 就是處理數字的問題 比如說你給它運算 即次方 它馬上可以給你答案嘛 或者是說呢 它可以幫你做自竄的 自竄的處理 文字啦 或者是政列的相關處理啦 所以如果你對這些 已經熟悉了 你再來處理Java 其實就很容易了 那未來你希望呢 能夠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程式開發 OK 專題 然後你對於 Java的程度如何呢 再問同學是 有學過但是不熟 OK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那第一個我們已經大家了解一下 各位的程度之後的話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緊接著就是要把你們的環境 給Ready起來 那當然將來你們考試的時候 一定會需要有一個Eclipse啦 不過我剛剛要打開一下 你們桌面上這個Eclipse 好像是有老師在用 在教那個Enjoy 所以裡面 當然這個環境如果OK是也可以跑啦 不過如果你覺得這個環境會干擾的話 你也可以從我雲端上面去下載 我已經做好的環境 這個環境的話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上面 你只要下載兩個東西 一個是這個Eclipse 一個是JDK 不過這兩個我順便講一下 這兩個都是32億元的 那我剛剛講過就是說 如果你是32億元的話 你兩個都要32億元的 如果你是64 那你兩個都要64 那去哪邊抓 這個也是從什麼 Eclipse的網站 跟Oracle網站 Eclipse是抓這個啦 然後Oracle是抓這個 它裡面都有64跟32 那你可以自己去抓也OK 也是從那邊抓 只是說它現在的版本會比較新一些些 但是你說新舊 我覺得感覺沒什麼差啦 反正長的都一樣 然後裡面用起來好像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所以你可以試情況 要不就是你直接從我這邊抓 把它解壓縮 然後配合這一個 但是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Oracle這個 這個Oracle網站 它download的時候呢 你可以找到這個download 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最popular的 就是這一個 Java for Developers 這個是JDK下載的路徑 不過可能要跟各位講一下 它找那個Java SE Java SE的版本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往下找 你會發現呢 它這邊呢 可以讓你去下載那個Java這邊一個download 你就選這一個 那裡面的話可以去download我們的JDK 不過特別注意 它現在呢 已經是8的版本 實際上就是1.8的版本 但是好像最近有一些同學下載1.8之後 反而Kunpire就出問題 因為它那個Oracle 聲揚後來被Oracle買下來之後 好像做了一些變動 所以 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用1.8的版本 假如有問題的話 那我建議你乾脆下載 我放在雲端上 7的版本 1.7的版本 1.7的版本 比較沒有問題 那實際上我們這個考試 其實還用到4而已 1.4的版本 所以其實你用太新的版本 反而比較有問題一些些 這個要跟各位做說明一下 另外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呢 主要就這兩個版本 這兩個版本 一個是Windows x86 一個是Windows x64 那32位元就是x8 64位元是x64 x86是32位元 那你可以從 這邊呢 直接去download一下 你可以這個 accept一下 就是我同意 然後呢 你會download它的版本 那Java 你用32或64 我覺得是還沒什麼差別 感覺不太出來 那我之前都是用32 為什麼 因為之前的環境有可能有32有64 那如果你是down64的話 32就不能用了 那如果你是32的話 那兩個環境都可以用 那Eclipse的話是可惜的 所以你不需要安裝 你把它下載之後解壓出來 就可以直接去執行這個Eclipse 那如果說你點它兩下 打開來之後你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電腦裡面 沒有安裝JDK OK特別注意 因為我現在是直接把它下載 解開來 那如果打開來之後 假如你看到這個畫面 它會跟你講說什麼 就是run time的emailment 這個 或這個 主要是這個 這個沒裝的話 那記得你再去 我雲端上面 把那個32給下載 建議是用7的 把它裝起來之後呢 這個環境應該就ready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上課了 這個JDK這一個 那我剛剛已經把它下載下來 你就直接呢 把它做安裝 安裝完之後呢 你再去執行Eclipse 我想應該run起來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這個環境裡面 最重要就是一個是Eclipse 一個是JDK 兩個只要做完之後 那你考試就沒問題了 所以第一個 不過理論上考試 應該會給你們的前置時間 讓你們去設定 你們的開發環境 那你設定完之後就可以 就是可以開始考試了 接下來的話 一樣在雲端上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雲端上 有一個這個講義 跟認證 那這個入門講義部分的話 是有關Java相關的知識 可能我們後面會 走馬看的話 把它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主要重點 是在認證的宿科部分 所以呢 請各位 待會的話 把環境ready之後的話 把這個宿科的這個題目呢 打開來 稍微了解一下 這20題有哪些 我們需要去做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宿科裡面 它實際上編了四類的題目 我覺得它四類題目 也編得蠻不錯的 拿來作為一些 你的練習題也還蠻好的 因為這些練習題 就是跟書裡面 那個練習很像 那書裡面那個練習題 你練習完的 你沒辦法拿去考試 這個練習題 練習完之後 還可以來考個證照 感覺其實還不錯 那目前的話 我們只會講到 前面的這兩類 所以後面這兩類 其實是不會講到的 而且這些AWT跟SWIN 其實現在用到的機會呢 也非常的少 幾乎好像沒什麼人 在用這東西 因為它以前的 Java以前的想法是說 它可以把它放在 一個小的裝置裡面 去執行 這些AWT跟SWIN 就會有畫面出來 小型的裝置 可是這個概念 後來有點 我覺得有點被 Android給 算是學習了啦 所以這些東西的話 跟Android非常相近 也就是Android 現在的東西 開發的方式呢 基本上有點 拿這個去做了一件事 但是呢 Java想要告它 也告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個東西 叫Java的VM Virtual Machine 那個是Java的專利 可是呢 Google很聰明 它知道這裡有專利 它就不用你的Java VM 它就另外又弄了一個 它自己的VM 那名稱又叫Davik 另外一個名稱 那就因為這樣 避開了那個專利 所以Google 跟Oracle的世界之爭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關注這個新聞 因為那個Oracle一直是 一直在告Google說 你為什麼用我的Java 可是卻沒有付我半毛錢 你用的那麼夯 對不對 你吃香喝啦 這麼多 全世界手機你最多了 可是我Oracle 一塊錢都賺不到 這有點說不過去啦 所以呢 之前好像有告了 好像第一次兩次三次 好像已經三次 最後好像Oracle 不知道有沒有勝數 還是怎麼樣 它求償好像多少 一百三十億美金還是多少 反正一個天文數字就對了 好 不過 該 好像還沒落幕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希望我們現在開發一下 我覺得一直覺得說 Android 明明就是Java的東西啊 其實就是Java 所以你要Android 以後要開發App 如果你Java不好 你這個部分不熟 你要開發Android 絕對會有問題 因為很多人 Java都不熟 你怎麼來開發Android 所以基本上一個打基礎 如果你這個Java基礎好的話 你以後要開發Android的App 真的太簡單了 基本上就是一樣的東西啊 只是說用不一樣的這個類別 把它以 會用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們主要是 第一類的物件導向的基本概念 跟第二類的這個 有關那個資料運算 那裡面 包含最常用的像Mess 類別 我講過了 最常用就是Java裡面 這個大的函式庫 它裡面呢 最常用像是Mess 就是數學運算 那裡面有哪一些 包含就是比如說幾次方啊 或者是乱數產生一個數字 Mess點Rendon 或者是Mess點什麼 反正這些很多的運算 Sine Cosine 做一些三角運算部分 然後呢 其他還有像平方根 或者是最大值最小值 等等的 另外第二個也就是String String的話就是 那個做字串處理的 包含就是說切字串 左邊 右邊 中間 或者是說呢 你要去搜尋 某個字串 某個字 關鍵字 在某個字串裡面 有沒有出現 那這個部分的話 題目裡面都有問到 類似像這些 還有像控制敘述 或者像跳躍敘述 等等的啦 比如說像什麼 Fornets 剛剛我們有考 我們有這個一個題目嘛 或者是Do While 說While 就是壞回圈等等的相關的 一些或者一幅的邏輯 控制判斷等等的 這些我想都是題目裡面的重點 那請各位稍微先了解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等一下呢 了解兩件事 第一個 請各位呢 確定一下 你的Eclipse的開發環境 是否Ready 那如果說呢 你假如比較不想有什麼樣的問題的話 你就全部都用32好了 因為我已經放在雲端上 第一個就Eclipse 第二個的話就是 JDK 兩個都有在雲端上面 那如果說呢 你想要自己去 產生一個全新的 你想說老師 那我想要弄個64的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請各位就到Eclipse的網站 Eclipse.org 去裡面下載 那個 它Eclipse的那個 現在有一個什麼 Java Developer的那個版本 你可以找64的 那你記得Oracle部分的話 你也要去抓那個64的 X64的版本 兩個把它Match在一起 那恭喜你 這個OK了 那我覺得Eclipse 它最大的優點 就是說 它是免安裝的 也就是你下載解壓的時候 就可以Run 所以這太棒了 因為其實它的開發環 像Visual Studio 各位應該 光安裝就安裝一大堆 而且安裝很久 然後呢 讓你裝了很多東西進去 你根本搞不清楚 它到底裝了什麼東西 所以呢 我覺得Eclipse這個部分 是非常棒的 它是一個有點像綠色軟體啦 那 可惜是 它後面那個Android 那個 它就沒有資源了 反而 所以你們未來 如果在開發Android的時候 可能就要想想看 未來是不是要再去熟悉 另外一個開發環境 Android Studio 因為我最近 用的也幾乎 慢慢轉移到Android Studio上面了 因為它不support了嘛 沒辦法 而且甚至Google 甚至因為我剛剛講過這個問題 Oracle一直告它 那它有點想說 它以後開發的那個 基本基礎的語言 就不要用Java的 它也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所以它以 那不過是很難說啦 這個風向球 到底往那個方向飄 也未定啦 因為它在Java已經累積這麼多的那個 這個 這個能量 但是它要怎麼樣 轉換呢 也許有人說 那會不會Google自己再弄一個 不是Java 可能是另外一個 或者用它的Python之類的 不過這個可能性我覺得不高 為什麼 因為Java已經有這麼多 Java工程師 如果你突然 叫它去用別的 我想這些Java工程師 第一個會跳 應該它會覺得這東西太難了 那它有沒有什麼可能性呢 這個可能就要再關注一下 因為這種東西變動實在太快速了 那你們要面對的難題 可能比我們那個年代還要更困難 因為我們以前的年代 像我最早是開始用那個Basic Visual Basic VB 可是VB現在還可以用 你可以發現 VBA出來超過20年 還是可以用 所以我覺得 你看我學一個語言 我可以用到欠佔 還可以繼續用下去 那如果我一直 一直一直繼續在這個領域 那我想應該要有人超越我的 可能性太低了 因為我這東西 我想還會有人比我更熟嗎 不過也不能說大話 但是理論上 這就是看一下 環顧四周 這東西好像我已經 應該 不過呢 VB是可以這樣 但是 Java是不是可以這樣 維持這麼久的時間 比較困難的 就像我剛有提到 有關C-Shop 其實C-Shop本來也是 一個世紀官司 就是那個 反托拉斯 就是 也是聲揚告微軟 告他 反托拉斯嘛 結果後來 美國的法院 美國的法院 美國的地方法院宣判 美國的地方法院宣判 那個微軟敗訴 所以 微軟不能夠再使用Java 所以怎麼辦呢 微軟之後另外再產生一個 叫C-Shop 現在的C-Shop 實際上 就是從Java衍生出來的 就是從Java衍生出來的 OK 所以其實這東西 到底不一樣在哪裡 其實好像感覺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說他把它換湯不換藥 裡面而且很多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Java裡面有Mass 就是在C-Shop裡面也有Mass類別 名稱一模一樣 而且裡面的方法名稱呢 幾乎90% 也都一模一樣 傳的參數呢 也一模一樣 那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這也是看不太出來 只是一個是掛那個Microsoft 一個是掛Oracle 大概差別在這裡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環境Rating 第一個 第二個呢 請各位 看一下那個 我們後面的二十個題目 二十個題目裡面 因為有四類嘛 那我們不是要把全部四類講完 我們大概就是 我們好像有四次上課吧 會把前面 就是兩類的題目 講完 那這兩類的題目 其實已經相當重要了 因為你的Java基礎 如果可以打穩 就是這兩類 後面兩類 頂多我覺得 比較用得多的就是 Java去連結 Database的部分 這個部分可能可以在 那個 ServeLate上面會用到的比較多 那 不過這個不在我們講 其實它前面的部分呢 一般性 如果你對於 你那個Android開發 假如要能夠多了解的話 把這部分先聊